感恩师父 师父啊 弟子今天再分享一件事情是同修的分享 分享中有不对的地方 请观世音菩萨师父护法神慈悲原谅 儿子今年上九年级了 七年级的时候成绩是中有水平 后来一直下降状态 持续到八年级成绩成了倒数 作为母亲的我 看着孩子成绩直线下滑 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每天和爱人忙着找辅导中心补课 同时在菩萨面前天天求 希望菩萨保佑他开智慧 为此也给他诵经放生许愿 两年下来光为孩子上辅导班就花了五六万 但是一直就不见效啊 就加上孩子性格出现辅葬 做任何事情三分热度 做错事情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 为此天天和我顶嘴 做事也不计后果 孩子学习不行 性格又这样 家中是两三天的吵架 纳克就很想放手随缘了 决定不在他身上下功夫 免得被他挂碍 那段时间一上香就和菩萨 哭诉是自己的业障导致这一切 当自己忏悔的时候 菩萨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认识外地一个师兄 这位师兄 语重心长的对我说 一味的求而不灵 那说明自己功德不够啊 想要改变不能光向外求 要多做功德 来消夜 增添福报才行 师兄慈悲 就带着我和爱人去给师兄们设佛台 给师父放声甲鱼 每次设佛台的功德 一大部分转给儿子 希望菩萨慈悲 帮他消除业障 能开智慧 学业有成 我们边给孩子做功德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在出山上学期 儿子突然开窍了 学习成绩从全班八九百名 一下子上升到了三百多名 并进了陪优班 这么大的变化 简直就是奇迹 他班主任和家长们都惊叹 赞不绝口 称孩子有潜力 现在他成绩一直很稳定 以前数学一百五十分的考试卷 他考个七八十分 现在每次都是一百四十多分 儿子都说 突然觉得自己智慧打开了 其实我知道 这是因为我们夫妻俩发心 社佛台做功德 菩萨看见了 慈悲加持了他 看到儿子这么的变化 让我和儿子更坚定学佛的信心 感恩菩萨妈妈 师父 还有帮助他的师兄们 重善因得善果 以前求并不是菩萨不灵念 是自己业障重阻碍着 又加上没有功德 现在终于明白 求而不得的原因了 佛法真实不虚啊 心法门太殊胜了 功德的重要性 由此可呀 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 19年2月28日 竟然打通了师父的图腾电话 师父给儿子看了图腾 师父说的儿子那些问题 简直是太准了 他的性格和身体状况 都被师父说中了 师父说他心中有挂碍 有阻碍 没有耐心 永远觉得自己是正确的 做错了也不承认 做什么事都觉得没关系 还说他肠胃不好 有灵性在他肠胃上 而且会控制他的精神和行为 师父太厉害了 儿子从小就肚子疼 突然发病的毛病 发疼的毛病 疼起来就在床上滚 后来我们一家人吃素念经后 他这个老毛病很少犯了 但是偶尔会发作 儿子听了两遍师父的图腾录音 不断的赞叹不已 说卢台长师父太神了 太了不起了 一直在 比喻师父都没有见过我 光凭一个出生日期和属相 就把我的一切说得那么准 是怎么做的呢 全世界属猴的同龄人不计其数啊 师父是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我儿子 师父是慈悲伟大神奇的 要不全世界一千万信中 那么尊敬师父而跟着师父修行 师父是叫我们好好学中华传统文化 叫你们这些孩子好好学习 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正能量 爱国爱民 尊纪守法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感恩师父 弟子分享好了 所以有些事情你已经做出去了 并不代表就说不会有 因为刚刚种下去的果实 没有不会马上就发出来的 是是 听了董师父 感恩师父 慈悲 感恩师父